嗨 大家好 我是Andre 歡迎回到Handle Fat 2 命之首2 接下來呢 我要挑戰一下 塔 就是塔 他主要的需求就是要食物 所以我稍微調整一下我的東西 事件裝備跟補給 希望能成功 要進塔 你會失敗的機會開新卡 甚至於 太多的特殊可以把你倒下 讓你的挑戰更加困難 哇 塔囉 就是 主要就是 他比較特別的是需要用塔才能 不是 需要食物才能進塔 有點麻煩 就是 你在這裡做什麼? 呃...可以進入嗎? 我已經把太多人送進了那個廢棄的塔爐 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 所以 就我一言歡迎你的到來 我們在這裡等著那個叛徒出現 當然 首度並沒有想給我們 描述一下這個叛徒的樣子 他們只說他將參加叛國活動 第一個著陸點有一扇門 不要用蠻力也不要開槍 想開門你們必須要給他旁邊的石像鬼 呃... 本來要給他水果和麵包 就是食物的意思 然後... 總共要有... 總共要有... 要有幾個啊? 嗯... 要有幾個 看一下 到達第一個著陸點和第一扇門 木門沒有手把 烈嘴一笑 總共要二十個的意思嗎? 羅點男女 生命狼藉 一群暴徒 充滿陰謀詭計 聲音頓時消失 呃... 這個根本... 看不到 食... 食人魔 怎麼會是食人魔呢? 真不湊巧 啊... 我竟然是拿雙... 啊... 忘了換武器 我拿... 錯武器了 前進 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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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打他 快上 喔喔喔好遠 被打得好遠 不要每次都只揍我嘛 旁邊還有一個啊 旁邊還有一個人 你揍他一下嘛 呵呵 他我可以... 我可以復活他 所以... 你盡量揍沒關係 真是... 坦的吸引力不夠 法師 把一大堆東西扔給我 兩件中間的一件 這是什麼 關束寬度增加 射手克星 先拿這個好了 威脅 可以裝了 裝備 發師 消失了 又是暴徒 這個轉的... 動作超快的 我根本看不到 根本看不到啊 所以我就一直這樣打下去嗎 也太... 也太倒楣了 你明明就閃避了啊 奇怪 裝備 喔喔喔喔 食物 可以進去了 進入塔樓 現在就進去嗎 進去嗎 進去嗎 可是這樣子我會 失去好多食... 食物喔 可以買... 一點點食物 要繼續走還是 就進去呢 算了 直接... 進去吧 這也是... 進去吧 會怎樣呢 安撫那些石像鬼 失去20個食物 石像鬼的眼睛閃著紅光 石門碰的關上了 只有向上的一條路 上樓梯 突然... 讀取這個的意思是什麼 恩? 恩? 喔 怎麼突然... 在走這個 喔喔喔喔喔喔 呵呵呵 .. 這麼難... 有食物了 ��... 瘋狂被打 這裡有個小陷阱 這就是塔樓嗎? 還蠻麻煩的 會損血 所以我要這樣走四層嗎? 如是重負,你通過陷阱層的出口 出口,有一個石頭 乾乾 螢光閃閃,你冒個險,拉了他 螢光光環穿過你 當你看著你的口糧變成新鮮的蔬菜餡餅時 你的膝蓋感受到異樣 奇怪的是,你居然你的惡名已經改變了 你想知道螢光的魔力是否有機可循 你的食物和龍魚已經兌換 喔喔喔,有這種東西 拉動槓桿似乎已經陷阱失效 到目前為止都是安全的 你居然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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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止我攀爬 樓梯螺旋上升到黑暗之中 當你爬上樓梯 你通過一個昏暗的著陸點 是空的 只剩下一個坐在中心原始的石頭熊 接近雕像 雕像眼睛深深地刻在石頭裡 就像黑暗無盡的凹坑 他的鼻子上刻有一個明文 我笑了,他詛咒我 我過去看他走了很久 他一直在哭泣 怎麼那麼突然 我不是在看熊嗎? 喔,這是明文嗎? 喔,原來我想說怎麼突然奇怪的文章 因為他吻了他的愛人 在最後一小時裡已經看著我的臉 呃,他一直在哭泣 因為他吻了他的愛人 在我最後這一個小時裡已經 他一直在哭泣 呃,悲傷嗎? 睡裂成灰 所以要走四個高塔就是了 天啊 怎麼那麼麻煩 友好的旅店老闆 店失誤 稍等一下 最近的傳聞 當地的封土人情 這裡有一個 之前不知道是什麼 浴河 休息 不是現在 買一個食物好了 離開 聲名狼藉 名聲很低嗎 穿著厚厚的斗篷 年輕人 地下室 一個人名聲稱他是救世主 不管怎樣他是 原水農民真正的領導者 夠了 原水農民很快就會被趕出家門 能為他們做什麼 27條麵包 沒有那麼多麵包 原來這個是要給他 那我又多放了一張沒有用的卡牌了 真糟糕 交易所 離開 想辦法 弄出食物才行 非法貿易 這個的 用20 這個 最終點數 額外加2 其實有一些東西我是 特別放過來的 先拿這個 先拿這個 這是要跟他 交易嗎 幾分鐘後 士兵就會衝過來 突襲我的小店 你免費拿走這個我要跑路了 哈哈哈哈 以前的武器 都考慮了我們一樣的問題 如何處理 和資源 重型武器 推薦用於對抗帝國 你可以更改物品中的裝備 重型武器嗎 重型的話 我現在就只有出名之福而已 好吧 真的 真的是尷尬 自己跑掉了 邊打邊損血 真痛 真痛啊 終於獲得食物了 又拿到令牌了 又拿到令牌了 這裡是塔樓 一個醉酒的 夜晚 我頭部受到重擊 感覺好像是什麼陷阱 好像之前走過的 迷宮的感覺 可是為什麼會被打 有這麼討人厭嗎 這邊 看一下 走 左邊到右邊嗎 好難走的感覺 這個怎麼那麼難 還是被打到了 真是的 為了這兩個食物 真是不容易啊 這裡 記得這邊 這邊會有錢 可是 這個夾子有點 有點太過分 這夾子 有辦法過去嗎 好 好 好疑惑 不要 不要拿生命開玩笑 這邊 這邊有錢 然後 往這邊走 好像也有錢 為了 那一點點錢 為了那一點點錢 好疑惑 我能穿那件了嗎 要12嗎 這麼計較 差一滴滴而已 還剩一格 還剩一格 呃... 買蛋塔 決定價格 十塊錢 支付 三... 七... 還不夠 還不夠 買餡餅 這個嗎 呃...不是這個 呃...沒有錢 可惜 差一點點 哇...錢...錢沒了 早知道就拿來買 不受壓抑的農民 你看到一個冒險家帶一個 淡然... 新鮮蔬菜 和甜... 餡餅離開農場 他看起來對自己非常滿意 當你在農場附近時 一位年老的農民向你伸出手來 喂...冒險家 你是一個小土豆 還是一個被受佔餘的英雄 靠近一點 我才能看見你 靠近你 哇...無名之事 要30點榮譽喔 好好好難喔 繼續探索 30點嗎 又是暴徒 又要打架了嗎 這裡我永遠... 這裡我永遠... 怎麼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 死恩魔呢 死恩魔 可怕的死恩魔 可怕的死恩魔 死恩魔 復仇姊妹 4 或4點榮譽 最大生命值 15金子 3個金子 下次... 生命狼藉 農民 這是在巴登被燒的僱傭軍 怎麼? 呃...如果要戰鬥殺死村民 喔... 火星審判 呃...要逃跑嗎 兇手... 火星審判會怎樣 逃跑以後會怎樣 呃... 天哪 逃跑好難喔 好難喔逃跑 啊...算了 早知道就... 就...接受審判 一定要殺他們嗎? 可以不殺嗎? 唉... 不得不打 真是... 太令人傷心了 榮譽又下降了 困惑的小拖 綠色衣服的人害富翁 喔... 最好是可以看得清楚 喔...喔...怎麼回事 喔...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為什麼...為什麼 我竟然...我竟然猜到了 好感動喔 他把你從網中解開 但他會停下來 默默地責備自己 過了一段時間 他很不自帶 向你告別 讓你... 讓你自己把網解開 天哪...想不到竟然有這麼... 這麼... 巧的事情 啊...好險好險 接下來買個食物好了 這裡有三個食物 這裡有一個食物 然後可以買裝備 買個裝備好了 完成交易 離開營地 又是暴徒 哇...又失敗了 換個武器好了 換這個 真是... 怎麼那麼不巧 每次都遇到 我的血量真的是越來越少了 隊長死了 裝備 防禦戒指 哦... 營路 發光的路 嘗試接近 然後... 呃... 要摸他還是給他蛋糕 他喜歡蛋糕嗎 他喜歡蛋糕嗎 給他蛋糕 之後呢 咬了一口 螢光 嗯... 硬幣碎裂 什麼意思 惡眠改變 哦...不需要啊 點點點點點點 竟然是這個東西 烏煙了 只好再買個食物了 啊...沒有食物可以買 太尷尬了吧 搶劫大鵬車 浮擊 大鵬車 這裡我們看到另一個鵬 每一人不同 每一人都持有自己的相似 都不一樣 很好 一件很聰明的決定 突襲 呃...變好快哦 暫時 暫時 要打架了嗎 竟然不是只有四個 噢... 鞋子損失 鞋子損失 野獸 砍掉牢 砍下他的獠牙 野獸嗎 失敗了 耶~~~ 太酷了 食物 終於 食物 終於 食物 終於 啊 稍微讓我 回復一下血 血量真的太少了 這樣應該不過分吧 這一些血 讓我... 吃一下食物應該... 不過分吧 吃一下食物應該... 接下來 進去 那些石像鬼 很容易 你會把那些石像鬼 放在那裡 避免你 接下來還有四層... 欸...兩層吧 總共有四層 所以這個關卡 特別的長 這個關卡真的很長 要花好多時間 左右兩邊會有東西嗎 沒辦法...沒有辦法轉視角 先去正中間嗎 喔...這裡是錢 所以我要向右邊走才對 喔...這裡又被打到 還好我有先回血 這是噴火石像鬼 來到這裡 這裡有食物 然後... 然後... 對面是紅色的啦 好像是血 血... 然後那邊是... 呃... 看一下 好像不好走 血的就...先跳過 喔... 終於船過來了 啊... 好長的劇情啊 啊... 如果最後失敗的話應該... 會很窘 拉動石桿 硬幣變烤土豆 喔...反過來了 更多的問題 一個黑影從螺體上... 讓你衝下來 打他 這個黑影沿著頭... 樓梯下來 逐漸進入眼簾 帶著一顆忐忑的心 你認出了帝國的圖章 這是一個士兵 他可能是哈德維克的人 林地人曬黑了吃魚長胖了 他的臉色卻憔悴而... 苍白 你想知道他在這個地方多久了 為什麼他不能離開 仔細觀察士兵能在呼吸 儘管他已經沒有意識 你在樓梯上慢跑了一段 發現這個路點... 著陸點之前有一個扇門 還有一個熟悉的乞討的石像鬼 你將這個士兵舉過你的士兵 嗯? 然後從塔上往下走 去向哈德維克上位報告 哈德維克士兵們有一陣不熟悉的慌張舉動 當士兵拍拍你的後背 他上位粗暴的哼了一聲 你在塔樓 現在食物算足夠 招主在看著你 他粗暴的說 你爬上 爬上去 這是第三個 又要爬 一直爬 一直往上爬就對了 一直往上爬 無止境的 爬 再加上走迷宮這樣 感覺特別累哈 到底要怎麼做呢 他是 走到這邊來 有兩個 有幾個選擇 直直走 還是要繞路 這樣子嗎 啊 哦 啊 哎呀 哎 呵呵 這是威脅的吧 耶 還好有威脅 真是 又過了一個塔樓 拉洞出口 銀罐光環穿過我 又來了 又是什麼 惡民改變 惡民跟食物改變 好複雜 接下來我可以 石頭上長了一個巨大樹 它看起來很古老 正常你的脖子 你看到它的枝條消失在黑暗中 儘管沒有微風 它還是輕輕搖擺 忽略奇怪地地牢般的樹 爬上它 忽略 爬上 要忽略它嗎 忽略它 最後 又看到一個門跟石像鬼 這時候 進入塔樓 回到塔上發現帝國營地空了 詛咒 尼釋到哈德維克上尉和他的士兵已經決定登上塔樓 如果他們找到女巫一定會殺了他 什麼 雖然沒有饑餓的石像鬼組織 沒有石像鬼組織 但陷阱已經重啟了 必須到塔的頂部 否則就來不及了 什麼意思 這個路場顏色不太一樣 這是什麼情況 有時間限制的 可以讓我去拿一下食物嗎 這樣算嗎 這樣算爬上去了嗎 現在好疑惑 沒有時間讓你從樓梯到達下一個陷阱城了 又繼續 它最好是 連續的 連續走迷宮 這不算迷宮啦 就陷阱 這就是那一個嗎 只能走這邊 需要回血 所以我決定走這邊 這邊 這邊過去 過來 很好 很好很好 接下來 最後一個嗎 你準備好 跑過門 先確定一下我現在裝備的是什麼 看一下 翻彈 嗯? 武士防禦 這個應該對帝國兵不錯吧 第三層 連續的走 太過分了 最後一層應該就是我走過的那一層 果然是這個 可以直直過去 衝衝衝衝衝 剛好有兩個回血的 還有嗎 還有嗎 接下來呢 門是半開著的 寒冷的微風輕浮著你 你在外面 被風吹來吹去 如果你掉下去你就死了 在塔的周圍有環繞著螺旋樓梯 向上直通頂部 你到達頂部看到一個 被綁在繩子上穿著長袍的女人 哈德維克上衛正在 正拿一把劍抵住她喉嚨 要打架了嗎 而且是大將 當她看向你的時候沒有一絲憐 只有狂野的恐懼 回來 你被法師烏碎 烏烏碎補食了 很反常 危險 骯髒 她向兇手 舉起了 舉起了她的劍 她的聲音變得尖銳起來 你向前跳 避開她的攻擊 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 她的 夥伴好多 夥伴的人 人手好多 咦 是你 你不要以為 我扔不出你 我扔不出你 你不要以為你 先戳你一下 我可是有補血才來的 才不會被你輕易打敗呢 你怎麼可以夾在在人群中間 先把小兵幹掉 直接幹掉他也可以吧 雖然要想要擊那個反擊遠距離攻擊可是太麻煩了總共要15次太多了 所以還是先把他幹掉吧 沾酸完成了吧 原舊女巫 你開始解決老法師她眼睛閃爍看著你 你是殺死他的人 你是誰 我是塔上的女巫 在這件事上她說沒什麼可說的 尋...尋...尋...尋皇帝 皇帝 他舔了舔他乾燥皺褶的嘴唇 他現在這麼稱呼自己嗎 女巫在你清晰的困惑中而感到沮喪 生與死的遊戲 男孩 他現在掌握著他 土地也在為此哭泣 什麼意思 北方正在燃燒 農民被迫離開家園 四處流浪 直到餓死 你沒有看到奴隶船發往北方嗎 呃...南方 哈哈 哇 這個眼睛...眼睛看得非常的差 他自己孩子也在 滋滋若想如果他必須的話 他會迫使整個世界屈服 他轉向你 低聲說 而且他想殺了你 死亡之神 這個哈德維克人 是的是的 女巫抓住你的手 他想把你的頭從你的肩膀上砍下來 剝你的皮 再火燒死你 但你每次都能從他手裡逃脫 你在空氣中感覺不到嗎 土地反看他的鐵腕筒子 女巫把他的雙臂抱得很高 一種低沉的聲音 充滿了空 天空 低沉 女巫 呃...女祭司很快就會騎著巨大野獸下山 這是他人民的最後希望 法師製造混亂 這種荒蕪每天都變得越來越強烈 很快大海就會變紅 這不會結束 除非他死了 王帝是誰 他的頭靠近你 突然懷疑如果面對他 你會怎麼辦 告訴他你打算贏得這場 生與死的遊戲 這是沒有好處的 從來沒有人想要指揮這場比賽 注意這些詞 在卡納斯之前還有另一個人 在他之前還有另一個人一直如此 嗯?什麼意思 隊友發誓 如果他發生了 他的眼睛比黑夜更黑 粉碎他 燒掉寶塑 將遊戲從中間打斷 嗯? 沒有人可以再次坐回牌桌前 你是皇帝嗎? 哈哈 發牌人你是皇帝嗎? 打開 打開 完成女巫事件 迎路 仙女之環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呃... 事件裝置 除屍的魅力 不知道是什麼 不受壓抑的農民 供貨的小偷 這就是我那個運氣 不小心爆發的那個 惡魔之夜 接下來是什麼? 傷人的愛好 那個算是 銀色閃牌的意思嗎? 發著銀色的光 耶! 經過那麼久 終於又有一個金色的 金色的 成就了 那算成就嗎? 呃...應該就算 完成金色的目標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囉 如果有任何想對我說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